文求聚集 我就說這就是療癒感 今天從早累到下午累的一天 我就喝了一口 我覺得就夠了 堪稱珍珠奶茶控的簡培恩 愛喝到索性自己創業賣起真奶 對於珍珠的口感要求極高 這是我們的琥珀珍珠 那差別在其實我們是用白珍珠 下去蜜的那個黑糖 我對珍珠的要求真的很挑釁 因為它不能太大顆不能太小顆 太大顆你都一直在那個 好像在嚼東西感受不到那個茶味 小冰齁 他為了在競爭激烈的手搖飲市場中 殺出重圍 從原料製作到比例都需必公清 他在一天喝超過十杯珍奶 只為研發出滿意的口味 因為對他來說這不單只是創業 而是他除了演藝工作外 所要拼搏的另一個人生 我的世界簡單 偶爾複雜 創立短髮加上一雙靈動大眼 簡佩恩2001年以歌手身分出道 但多數觀眾對他的印象 是從轉戰戲劇圈後的表現開始 子彥 我已經是這麼好 就算你有八百的婦人 我還要跟你對著著著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是怕殺到我 還是怕我替你殺到我 晚上都不睡覺我都在背劇本 因為很怕隔天會影響到 就是其他同劇的演員們 從不會說台語到可以用台語演戲 簡佩恩成為八點檔戲劇演員 大量的曝光 讓他獲得知名度也累積了財富 他開始邊拍戲邊投資 做過美妝保養 也開過各式餐廳 但最初他只是出資不懂做生意 在創業路上繳了不少學費 他說多少錢 我可能就多少錢給他 公司的股東還有誰 然後報表 我也沒看過 那時候根本不知道要看報表 也沒有簽任何的國約 那當然後來這個錢就不了了之 可能對方就說賠光了 這些年來 他斜槓投資了不少富業 一直到即將邁入40歲那年 某個企業家前輩對他的鼓勵 才讓他對於創業這件事的心態 有所改變 離開你的舒適權 然後真的放手一搏 這樣你才會知道你的潛力在哪裡 因為他要這一番話 然後讓我真的下定決心 就是從基礎的一些東西開始去學 就這樣演戲 反倒成了副業 他全心投入珍奶茶飲事業 辛苦了辛苦了謝謝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大耶 不能自終再大一點點了 這個高度已經很大了 其實我們每一家店的風格 都會應應當地的環境 跟狀況去做一些調整 來到正在裝潢中的分店監工 並與設計師討論細節 要當個真正的經營者 有太多東西得學 報表我覺得他好痛喔 然後包括你要算成本 然後還要去工廠 然後看原料 然後裝潢設計 所有東西也變得 自己都要去把它 就是一個一個這樣子對好 那過程其實真的 我覺得很痛苦 這樣想說還是回去當女明星好 為了彌補實務與理論基礎的不足 他還是讀了政大EMBA創業班 並跟從事法品業的同學小琦合作 一同研發了真奶洗髮精 很多人都在笑我 就會覺得說 就是什麼鬼東西 怎麼會有人想要出真奶洗髮精 可是我覺得珍珠奶茶 算台灣是發源地 為什麼我們台灣不做出 屬於我們自己的一款 真奶洗髮精產品 因為我對於品質真的是有比較 就是嚴重的那種天質狂 每天打來想不到什麼打來什麼 想不到什麼打來什麼 那時候都接電話接到 都緊張了 實際進到工廠把關原料 小琦用簡陪的真奶味道去調香 花了快一年時間才研發完成 但他們兩個都知道 產品想要做的長久 不能光有噱頭 我覺得那個最基礎的底一定要 就是打好 因為要讓人家洗起來覺得 不是只有那個味道感 是我覺得那個整個的品質度 然後洗完就覺得哇 真的是對頭髮也是有很大的功效 從珍珠奶茶到洗髮精 簡培恩努力將腦中的想法 一一實現 接下來他還要挑戰做烘焙 這個是芋頭 然後加上那個 富家豆粉的台灣豬肉鬆 我喜歡是豬肉鬆 那我們自己的新品 現在就是保密中 但我們就是不停的在那個 測試口感 除了現有的芋頭肉鬆熱賣商品外 他還找來曾得過IBA 世界甜點冠軍師傅楊佳銘 連發還不能曝光的多層 四口感新口味 今年46歲的簡佩恩 這六年把所有的新業與時間 都投入在事業上 儘管也曾極度累到 萌生放棄念頭 但個性上的不服輸 總又撐著他繼續做下去 做任何事情放棄是最簡單的 但是你要放棄之前 你真的是百分之百 或是甚至有沒有百分之九十 去做的這件事 你都會先問自己 為了堅持創業夢想 曾經這愛的演戲 如今成了不強求的興趣 前陪人清楚自己要的 並付諸行動 從女明星變成幹戀女老闆 鏡頭後的真實人生 還仍將日子過得精彩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